武汉肺炎要戴眼镜喔 大家好,我是Fersey三将 现在呢,我紧急的在拍这支影片 因为现在正值过年期间,大家新年快乐 但是因为爆出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 搞得大家人心惶惶的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资讯很重要 所以就想要赶快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武汉肺炎还有关于感冒的一些知识的部分 那我们已经知道武汉肺炎会有限度的人传人 那所谓有限度的定义是什么呢? 那它的定义是说 在短距离一公尺以内 长时间10分钟以上 教义感染的意思 都发生在家庭密切接触者上 那武汉肺炎正确的命名叫做 2019新型冠状病毒 大部分的冠状病毒都是经由飞沫传染 但因为也是新型的关系 目前没有疫苗可以施打 那大家可以知道 曾经还有现在人类流行过的冠状病毒 目前已知的大概有7种 而严重程度大致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类的冠状病毒是属于比较轻的类型 理论上每一个人都有感染过 这些病毒感染之后可能毫无症状 或者是有轻微的症状 但也可能造成类流感症状 发烧、咳嗽、气喘等等 那我之前有得过B型流感 那时候我就变成有气喘 真的很难受 还有少部分会形成肺炎 我那时候好像也有 那这一类型的病毒 重症机率是比较低的 死亡个案也相对比较少 那就算发生也是在老年人 那我现在讲的第二类是 传染力没有这么强 但是得到之后的重症机率是极高的 像是大家都知道的SARS 它的死亡机率是高达6-15% 那这一类病毒 它的人传人的能力较差 但是只要成功感染到人类身上的话 无症状的机率几乎不高 几乎都是来势熊熊非死即伤的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想知道 这一个武汉肺炎 它是属于第一类的 可以人传人症状比较轻微的 还是是属于第二类有限度的人传人 但是死亡率极高的 那我看到台湾的一些医师们的分析 他们是认为 武汉肺炎应该是属于第一类的可能性比较高 那这样也不代表你可以轻忽它 你还是要提高警觉心 只是大家可以稍稍的安心一点点 那因为现在刚好碰上冬季 所以这个传染率又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是一个新的病毒 大家身上又没有抗体 又刚好碰上冬季 所以感染的个案会比较多 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感冒的人们知识 湿气高可以降低病毒传染的机率 如果是住在像是日本这种 比较干的地方的人的话 你可以开加湿器 把室内的湿度呢 控制在50-60% 这样子可以大幅降低 与家人还有同居者之间的 互相传染的机率 台湾从1月25号凌晨12点起 将全面禁止旅行团赴中国旅游 那自由行是不受限制的 但现在传染个案越来越多 现在是真的不太适合去 那我也看到医师有声明说 这几天他常常看到媒体在做错误的报道 他说媒体说武汉肺炎的病毒死亡率是15% 这个是错误的 他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某小规模统计指出 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重症后死亡率是15% 是重症死亡率 而不是真实死亡率 那流感重症后死亡率也是5-15% 那武汉肺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在人类身上没有抗体 这是主要的因素 还有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的关系 所以他的重症死亡率会比流感高一些 这个是合理的 武汉肺炎一开始的症状跟流感类似 发烧、发热、咳嗽、有痰、喉咙不适等等 严重一点会出现呼吸困难、肺炎等症状 那中国的专家表示 武汉肺炎的潜伏期是4-10天 平均是7天 但最长潜伏期可长达14天 那现在的最新情报呢 是发现武汉肺炎 他在潜伏期就能够传染 所以大家真的真的要小心 那我们只能够预防 那我跟大家介绍 预防感染的4要3步 4要呢就是 第一个 要勤洗手 你外出回来一定要用肥皂洗手 而且搓揉要20秒以上 第三点是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及勤尿 也不要食用生肉生蛋 第四点 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请你一定要这么做 就是要戴眼镜 对 这个也是最近才爆出来的 这个是现在最新的资讯 因为他会经由眼睛鼻子嘴巴传染 那我有在网路上看到有位医学权威 他出门都是全副武装 就是有戴口罩 然后全身都包紧紧的穿的很暖 还是勤劳洗手 但他还是得了武汉肺炎 原因就在于他没有戴眼镜 就是从透过眼睛 虽然就得到了 所以大家真的真的 请你出门一定要戴眼镜 那三步呢 第一个 尽量不要去传统市场医院等地方 二 不要去空气不流通人多的地方 三 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青鸟肉品 那以上的分享呢 是我自己收集了很多资料 整理统整给大家知道的 虽然今天的内容是比较严肃 但是还是要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新年 也请大家分享给你的家人亲朋好友看 也要多多提醒身旁的人 呼吁他们要提高警觉性喔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收看 我还有其他的类别影片 在这边请大家看看 然后每天有用Facebook 用中日文分享资讯 也欢迎追踪 那我们下集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